第二个问题是要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名称叫修课资料 并且把另外一个工作表 学员基本资料 上课级别跟班别 把它做一个移动跟复制 所以首先我们一个来做 第一个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叫修课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边点两下 改成叫修课资料 修课资料 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学员基本资料的上课级别跟班别 把它移动 上课级别 我们来看学生基本资料 上课级别在哪里 在右边这边 这一个跟这一个 这两栏 这两栏 选取期请注意 在那个上面点一下 然后移动过来 按右键 剪下 剪下是移动 然后复制 大概等一下是复制 所以把它切到哪里的 修课班别的CD 所以当你点一下C栏 C1就可以了 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按右键 这边有个贴上 或者是你可以按Ctrl V贴上 也可以 OK 那我们就把它移过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J跟K的部分不见了 OK 再来它要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学号跟姓名复制 学号跟姓名 复制是学号姓名 是复制 复制的话 原来东西要存在 所以记得按右键 不是剪下 是复制 OK 然后把它放在 修课资料里面的A1 记得把它贴上 记得贴上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贴上 好 那你会发现 学号姓名 跟它的班别 OK 上课级别跟班别 那就把它搬过来了 这个部分 第二题就完成了 所以它主要是 考你会不会把它移动 跟复制 然后再来的话 针对这个修课资料 做什么 绘制框线 OK 所以第三个是考你 会不会绘制框线 因为呢 预设 其实你们 有没有用那个 Excel列印过 其实在档案里面 有一叫列印 列印里面 上面有一个叫预览列印 预览列印就长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贴过来之后 那个框线你不喜欢 比如说你希望 那个框线 能够有一点颜色 或者是有点粗细 或者是有双线等等的 那这个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求做什么 第一个 总个范围 它要什么 外框 整个外框 要刺出框线 刺出的实线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B2 到B120 这范围 它的那个 储存格的颜色跟那个年龄的蓝位 颜色彩相同 色彩相同 OK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部分做 第一个当然 A1到D120 那我们记得 就把它切回来好了 A1到D120 所以你按Ship键 按Ship键 点选D120 这样子就整个选起来 选完之后 记得 整个外框 要刺出框线 那框线特别需要 我教会一个简单的方法 以后只要是框线 请记得找到这个框线 那 点选旁边的箭头 我是习惯是 这边有个外框 但是这个外框 它是 就是一般的那个实线 而不是次出框线 所以如果你要去修改外框线 请你找到其他框线 最下面 这个有点是进阶设定 点它 点它之后的话呢 请你选择次出框线 那各位可以看到线条里面 那请问一下次出是哪一个 其实它没有标示 你油标放上去 它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是次出 不过呢 你可以用判断的 这个应该是最出框线 这个就是次出框线 OK 第一个 找到次出框线 第二个的话 找到外框 那外框怎么加 最简单的方法 按下外框 这个时候呢 整个外框 其实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A1到D100 这个120 这个范围的外框 它会帮我把它改成次出框线 所以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你现在看 可能这边这条线 跟这边这条线看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借由什么 列印的这个地方 它会有预览列印 那你会发现 它整个外面这一条线 它会是次出框线 OK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清楚 因为它跨页了 跨页这条线还是粗 所以你要往下卷动 到最下面 它才会是次出框线 OK好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当然未来也许每一页 每一页像这个第一页有栏位名称 下一页没有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再去做列印设定 比如说每一页上面都会有栏位名称 不过这个要额外去设定 你们可以在那个列印的设定里面可以去找到这个功能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年龄的颜色 那年龄颜色是哪一个 其实你这样肉眼看 看不太出来 不过你可以点选这个油漆桶里面 它大概会跟我们讲 就是这个地方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现在游标是放这里 所以如果你点选这个油漆桶 指的是它底色 它会停在它现在是什么颜色上面 其实就是这个颜色 那它意思就是说 它要你拿这个颜色去做什么 做那个填 就是哪一个呢 休克日期的B2到B120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选休克日期里面的B2到120 我建议是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先按住 再外面按向下 这样也是用选取方法 但你也可以点 往下拉到B120 这个Shift先按住点也可以 不过我习惯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先选完之后 那一样的方法 点选什么 这个油漆桶 填上哪个颜色呢 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颜色 这个OK 紫色这个 点下去 好完成设定 所以第三题部分就完成了 那第四题的话 也许你们等一下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结束日期应该是哪一天 每一周上三个小时 当然你要查表 而且每一个 每一天 就是每一个班别 它的总时数也不同 有的是60小时 60小时等于是要上20周 有的是90小时上30周 那你要怎么刚刚好 可以算出 这个开课期别 这个结束日期 那要怎么算 当然绝对不是图法列应该慢慢算 如果是图法列应该慢慢算 那你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还不见得算对 因为时间不对的话 还真的蛮麻烦的 那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快速帮我算出 结束日期应该是哪一天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的第二跟第三题 先试着做做看 那主要 刚刚这两题 里面都没有用到函数 主要是 至少您要了解 如何搬移你的栏位 跟复制栏位 那再来就是说 如何去针对框线 特别是四出框线 这一题的框线设定 还算是简单的 后面当然还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框线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